秀林鄉的地理位置是處於淺市溪流區域 各村都有土石流以及貪方的情況 由於整治需求經費相當龐大 秀林鄉民代表會主席 洛彥玲表示 將會反映給立委陳寅以及中央來爭取經費 規劃整治鄉境內的土石流區域 讓族人們住的安心 0724凱美颱風在這中場秀林鄉土龍村 和何人路段雖然已經清楚路面 不過從德板下 大牌土石流 富士村120和雅尼山區都影響到下方村民的市民產安全 秀林鄉民代表會錄音表示 將會協助秀林鄉公所 向立委陳寅曾經反映 以及向中央爭取經費 來整治美麗家園 這次我們會看的從德 跟現在我們所在的位置是在富士的120 這次120的現在我們看到的上方 這次崩塌的非常嚴重 那這次我們有鄉長還有我們代表會還有幾位議員 我們來到現場 就是來關心 要釐清 那因為我們現在做整治 我們的經費 我們秀林鄉公所沒有這樣的經費 那希望水保局 縣政府 還有 泰管處 都能夠幫助我們秀林鄉 那鄉長現在的情緒非常的激動 因為 剛剛有點 有點不高興 就是說好像大家都說 不是 不是泰管處的範圍 或是不是水保的範圍 我相信 其實大家都很願意 出來幫助我們秀林鄉 那今天來了很多的代表也非常的關心 那這幾天我們的白旭圈代表 還有我們這幾位代表都 很認真 一直往十二林跑 那測村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事情 因為大家 不願意離開自己 住了那麼多年的一個部落 所以希望所有相關的單位 能夠協助我們秀林鄉 協助我們富士村 謝謝大家的關心 今天我來看過之後 會上去找我們陳寅立委 那希望說他能夠找 看行政院院長那邊可以 有沒有跟其他的經費能夠幫助我們 就像上次 零四零三震災的部分 給我們一些 震災的經費 那因為這一次真的非常的嚴重 所以希望所有能夠幫助我們的 我們能夠竭盡所能的 請他們能夠進入我們秀林鄉 代表現場許正偉的 縣府北區服務中心 有關表示 縣府也會全力的支持 然後縣長只是 對我們秀林鄉的救災老 全力來支持 我們秀林鄉公所 全力支持 由於這次開明颱風造成富士村 十二林住戶有土石流堂房的情況 大塊的石頭 讓部落住人們是不敢住在家裡 只能夠到富士國小進行安置 輪延表示 他會積極的協助公所 申請軍費 整治 秀林鄉美麗的好地方 記得祝贏出現不到